早前跟朋友吃飯,大家聊天 我到這個年齡就會說一些保健、養生的問題 很自然他們是關心我的健康 他說阿Bob,你留意一下 你之前的心臟有事,小心中風 我明白他很關心我 但中風不關我腦的事嗎? 關心什麼事? Doctor當然不是說我 每一集都會有我阿Bob邀請不同的醫生朋友 分享健康、醫療的資訊給大家 關注我們這個頻道 一定要CLSS 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今集DoctorBotBot經有兩個專科醫生在這裡 有心臟科的陳醫生 有神經外科的黃醫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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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醫生都很健康 說一些不太正常的事 就是關於中風 很多人說中風都很害怕 其實中風 基本主題 是不是一種病 跟腦、心臟有什麼關係 中風絕對是一種病 我們所謂中風 就是講一個腦神經受損 通常是一個急性的血管攻血有問題 可能是失血管 可能是爆血管 但病徵可以很多 有些人說不到話 有些人是半身癱瘓 有些人甚至是昏迷 就視乎腦的哪個位置 受損的嚴重程度 病徵可以不同 但絕對是一個病 跟心臟有很大關係 因為以失血管的個案來說 缺血性中風 有殖近三成 都是一個叫心圓性的中風 即是心臟病因 導致腦缺血 所以導致中風的問題 即是心有關係 腦有關係 中風本身就是腦細胞受損 但中風的成因 風險因素 有部份就可能跟心臟有關 其實大家以為中風是一個腦部疾病 但其實很多心臟疾病 都可以引起中風 如果心臟內有血栓 血化形成 或者有心律不規律 最常見的就是心房戰動 心律不規律時 可以導致心內有血栓形成 當這些血塊 彈上腦部 閉收腦部的血管 都會引起中風 黃醫生 剛才你說 其實跟腦部和心 都有很多的關係 那些人說 中風或者爆血管 其實中風和爆血管 是否同一件事 即是有沒有什麼關係 很多人都以為 中風等於腦裏爆血管 是的 但事實上 我們有接近八成的中風個案 並不是爆血管 那種爆血管叫出血性中風 但接近八成是叫缺血性中風 即是血管閉失 即是有不同類型的 有不同類型的 當然病徵就是那句 就視乎哪一部分的腦細胞受損 影響病徵 但中風的類型裡面 分為爆血管和失血管兩種 說到尾都是一些血管的病變 但處理的方式是相當不同的 一般爆血管來計 我們就可能說 如何控制不會再出血的問題 但如果失血管的個案 我們就要想想能否儘快通回血管 當然不同類型的中風 它的成因和風險因素 都會有少少不同 有沒有說哪種嚴重一些 即是失或者爆 哪種死亡的機會高一些 或者癱症的機會高一些 很多人都會覺得 爆血管當然會嚴重一些 聽起來好像是嚴重一些 確實是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錯覺 但事實上 中風的嚴重程度 就是視乎到底受影響 腦細胞有多少確定 有部份就算爆血管 幸好受影響很小的 很小的血塊 未必一定很嚴重 但反過來 缺血性中風失血管 如果是牽涉比較大範圍 比較多的腦細胞受損的話 都可以很嚴重的 嗯 王醫生 中風其實有沒有先兆呢 還是說來就來 就是完全不能怎樣防備 其實中風有時候會有一個先兆的 我們那個就叫小中風 就是中風的病徵出現了 但是在短時間內 可能幾個字之後 就已經自己消失了 那這個是一個警號 可能個患者 在幾個字裡面 半邊身動不了 可能說話不流利 可能突然一隻咬 看不到東西 這些我們叫小中風的病徵 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但是有機會是15分鐘 20分鐘之後 是沒事的 那麼我不覺得 這件事是有什麼事的 就是說這麼奇怪 突然之間 可能有些麻痺 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鮮少 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是買得有的話 很多人就miss了 不理他 其實是應該要理的 就出事 那時候有幾樣 可能半身無力 說話不流利 可能一隻眼看東西 蒙了 這些都可以是小中風的病徵 最重要是 他短時間之內 會沒有了 那就叫小中風 那他會怎樣 可能一日出現幾次 一個星期出現幾次 那個密度 應該會怎樣 有些人可能只出現一次 有些人可能一日出現幾次 都可以 那就視乎到底 他背後 導致他出現小中風的原因是什麼 有多嚴重 出現得越密的話 他短期內 真是叫嚴重 中風的機率就越高 因為 中風我們經常說 是一個突然出現的問題 小中風也是突然出現的 那就特別擔心了 但是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忽略了一些中風風險因素的預防 例如三高 高膽固醇 很多人以為 我股膽固醇 但是如果一吃藥 就要吃一輩子 不肯吃 結果呢 可能就是一路膽固醇過高 導致很多血管疾病 這個要留意 高血壓要留意 這些影響全身的血管 包括腦的血管 也包括心臟的血管 那就是說中風的滲口程度上 是可以預防到的 絕對是 其實很多中風的風險因素 是靠平時生活習慣 可以預防得到 戒煙 做運動 一些生活習慣要做 剛才講的三高 要留意膽固醇 高血壓這些要做 很多人忽略了 另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 就是和心臟有關 什麼 開頭提過 血液性中風失去管的個案 有接近三成 是和心臟有關 其中一個風險 就叫做心房戰動 現在給陳醫生解釋一下 心房戰動是什麼 心房戰動 是一種很常見的心律疾病 全球有三千多萬人 患上這個疾病 如果年紀在七十歲以上 接近三至五個百分 都有患有心房戰動 八十歲以上的人口 接近十分之一都有 一般人口 是接近1%以下 患有心房戰動 它是一種很常見的心律失常 主要是源於左心房的電流 有不規則的活動 干擾心律 對於心臟急速不規律的跳動 由於心律不規律 心內很容易會形成一些血栓 這些血栓一旦彈上腦部 閉塞腦部的血管 就可以引起中風 那怎樣去診斷 一個人是怎樣知道自己有沒有這些徵狀 我心房戰動 我怎麼知道 心房戰動的患者 最常見的徵狀就是心跳 心跪會覺得心勃勃跳 跳得很急或者很暖 有部份人會覺得空悶 空暴不適 甚至會有些氣喘的徵狀 再嚴重一點就會有頭暈 而再嚴重一點 部份患者可能會有暈缺 即是突然間原因不明地暈倒 再嚴重一點 有部份患者就會產生低斷壓 幼刻甚至是心臟衰竭 即是有些事觀心病 即是胸悶 有些頂住呼吸不暢順 都有些類似 其實患者單憑徵狀很難分辨 到底胸悶是因為心臟失了血管 正是因為心房戰動 所以醫生往往要配合其他輔助手段 去檢查及及早確診 而有部份患者在發病時 沒有明顯症狀 一旦去到不舒服時 已經衍生病發疾 心房戰動會增加中風風險 比起沒有心房戰動的患者 中風風險會高出五倍 心臟衰竭的風險會高出三倍 而死亡風險也高了三倍 如果像你這樣說 發現自己有些心跳 有些瀑布 心腦有些軌動 然後呼吸不暢順 我真的去醫生 醫生是如何診斷的 而且如果真的有 是如何醫醫的 心房戰動診斷並不是太容易 因為很多患者在發病時 沒有明顯的症狀 醫生初步會經過身體檢查 初步的篩查 例如聽聽心臟有沒有雜音 心律規律不規律 打一把密 然後配合心電圖去明確診斷 看心律是否不規律 可惜很多患者在發病的時候 不單止沒有明顯症狀 而心房戰動亦是一陣發生 即是有時患者心律規律 有時發病時心律會很亂 如果患者到醫院或診所 往往心房戰動發病的時間已經過了 心律又回復症 有些病人看了幾年醫生都找不到診斷 所以醫生要透過一些更加精準的方法 例如一些叫做動態心電圖 是一個24小時的動態心電圖 可以監測患者的心律 甚至可以延長監測時間 現在最新的動態心電圖 可以連續監測心律到14天 對於一些懷疑有心房戰動 但通過以上檢查都找不出病因 醫生可能會通過一些 直入式的心電監測儀器 一些直入式的晶片 可以將晶片好像打針 還在空前的皮膚裏面 可以24小時1年365天監測心律 這些監測儀器的電量 可以長達2至3年 而且可以無線將心電的數據 傳輸到喜博愛公司的伺服器 可以遠程監測心律 一旦患者發病 而喜博愛公司收到心律室上的警報 可以通知醫院或診所 可以及時對診客 另外醫生都會配合其他輔助檢查 看看有沒有結構性心臟病 例如心臟超聲波 以及心臟電腦掃描 看看心臟有沒有患上觀心病 眼神的管 甚至是心臟衰竭 心反問題 如何醫 心防戰動治療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是中風預防 第二是心律控制 中風預防是我們先講的 中風預防最重要的基礎 就是預防心臟的血栓 大上腦引起中風 所以醫生會處方抗型血藥物 抗型血藥物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傳統的薄血藥 我們叫華法林 或者很多患者會聽到醫生說 叫薄血藥 令到血液比較稀薄 華法林是使用了很久的 傳統的抗型血藥物 成效可以將高危的中風 患者的中風風險 降低六成至七成 但它也有很多不好處 第一是出血的風險會增加 譬如懷引起胃出血 撞傷頭容易腦出血 被刀切傷手容易流血不治 第二是它跟很多食物和藥物都有衝撞 所以病人往往要戒口 很多維他命K豐富的食物 例如動物內臟 水果和綠色的蔬菜 可能都會干擾藥力 減低藥效 所以患者很多東西都要戒口 還有其他中藥和西藥都有機會衝撞 病人就要服食一個華法林 按照餐單去飲食 其實都不容易 另外使用華法林的時候 病人有個不好處 就是經常要抽血 要醫院位置診所 驗血調教藥物的濃度和劑量 醫生要按照驗血指數 調整藥物的劑量 所以也有很多不好處 第二種抗型血藥物 就叫身形抗型血藥 英文簡稱叫NOAC 身形抗型血藥比華法林多了很多好處 第一是藥效快 第二是藥物和食物的衝撞也很少 所以病人就不需要那麼多食物和藥物的介口 第三就是它的出血風險相對比較低 嚴重的出血風險一般在一年之內 都大概2%左右 大大減低了出血的併發症 而且病人不需要經常去醫院 或者探索抽血調整藥物的劑量 所以現在歐洲、美國、國際的指南都建議 所以在心防戰鬥患者 除非有機械性的心反 或者嚴重的二尖反、狹窄之外 新型抗型血藥 應該作為首選的抗型血藥物 一定是吃這隻 你給我選擇 我一定不吃第一隻 第一隻白人那麼多 很多人不知道有新的爆血藥 一聽到爆血藥就害怕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要介紹給別人聽 第一 心防戰鬥可以沒什麼病徵 要特別留意 留意到 好 記住 中風風險比沒有心防戰鬥高五倍 所以那些薄血藥很幫助 新的薄血藥很可安全 非常好 剛才你說的薄血藥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吃了 但可能他撞到頭 或者不知不知怎樣做 然後腦出血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不幸腦出血 就要找黃醫生 但是如果對一些高出血風險 但中風風險也是很高危的患者 我們都有其他手段 如果這些患者因為出血風險高 不能夠服食多血藥 但同時他的缺血性中風風險也很高 有些微創手術可以減低中風風險 就叫左心耳風導手術 這個手術是一個微創的導管手術 醫生在手術期間會在大腿的血管 放置一個導管到心臟裡面 堵塞了左心耳 左心耳是左心房旁邊的一個心腔 心臟有九成的血栓和血塊 都在左心耳走出來 所以只要堵塞了左心耳 可以大大減低中風風險 他的儀器就好像一個塞 好像一個升盤的塞 塞住左心耳 讓它裡面如果有血塊 就會不會彈出來 這個左心耳風導術在研究顯示 可以比起華法林 有相當的減低中風風險 但是可以大大減低無出血 或者嚴重出血的病患症 因為患者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就可能不需要長期服食抗癮血藥 這些比較適合一些出血膏危 但是中風風險也有很高的患者 明白了 但挺有趣的 今天這一課題 我們是想講中風 但是聽完你們兩人這樣講 其實很多東西 中風和心也有關係 實際上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講中風的風險因素 其實跟心臟病 心官心病那些風險因素很類似 心膏食煙那些有關係 是一樣的 還有我們講的腦中風 就是腦部攻略受影響 所以心臟是一個泵 泵也要上腦 如果泵出現問題 我們的腦作為一個受者 當然會有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要留意心臟問題 我們經常都講的 不是可以分開來醫 我們一個中風患者 我們很多時候要看他所有風險因素 當中就涉及很多心臟問題 例如心防戰動這些問題 就要特別留意了 明白了 Dr. Bob 提一提各位觀眾 中風這個問題 是可以很嚴重的 亦與心臟和腦部很有關係 醫生希望大家乖乖地做好自己的飲食 注意自己的作息 醫生提醒了你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 根據醫生的指示 做一個乖的病人 是的 我們醫學界需要更加努力 而患者也要一起努力 關注自己的心腦血管健康 一起去預防中風 記住如果有風險因素 醫生建議你吃某些藥物 問清楚藥物的風險 然後不要害怕 因為現在很多藥物都非常安全 有效可以減低中風的機率 今天謝謝你 陳醫生 多謝阿波 謝謝黃醫生 謝謝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心血管的問題 關於腦血管的問題 總之關於中風的問題 你想問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然後我們會找陳醫生 或者黃醫生 再解答大家 覺得我們這條影片可以的 幫到手的 給我們一個Like 劉個言給我們 最好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多些人都關注中風的問題 再次謝謝陳醫生 黃醫生 謝謝 謝謝